- 可惜避讳啊 Cosplay嘛是不是啊 - 等我希望另外一个长名帮我弹开 - 没有 因为自己太丑了 大家只会讲啊 - 说那个长得好看啊 - 但没有人关注我的戏 - 要给新人的时间嘛 - 要给新人的时间嘛 - 各位优故的朋友们大家好 - 我是张杰奥 - 这次在护星里面演一个 - 比较特别的角色 - 其实就是师父了 - 灵俏 - 哈哈 - 拍摄护星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- 最大的感受就是 - 这个衣服袖子 - 可能比较难甩起来也比较麻烦 - 有时候会卡到 - 会打到自己的脸啊 - 会刮到自己的眼睛 - 也有多 - 网友总结了 - 您接系有三大病例说 - 人设好 - 细分少 - 下线早 - 您怎么看 - 人设好 - 这个应该是 - 归功于那个编剧的功劳 - 细分少 - 这个也归功于编剧的功劳 - 但是下线早呢 - 这还是编剧的功劳 - 所以跟我没有关系 - 没有开玩笑 - 可能也有很多戏 - 从头到尾 - 让你看得很烦的 - 想到好掌门 - 需必备哪些技能 - 哦很简单 - 第一就是要 - 大功无师 - 讲师讲大功无师 - 其实就是 - 偏袒艺人 - 第二个就是 - 当然就比较元素啦 - 观众朋友会觉得说 - 他比较一张 - 苦克脸 - 那作为一个掌门 - 怎么能让人家知道 - 你在想什么 - 所以要比较内裂一点 - 掌门必备技能好难捏呢 - 这个东西就要看啦 - 就是因为百当普克脸 - 难演的就在眼神啦 - 所有东西都在眼神的表达 - 眼神的转变 - 这个会比较难一点 - 在开拍之前 - 就会照着镜子练习吗 - 比如眼神 - 情绪的转变 - 不太可能吧 - 哈哈哈哈 - 如果说是 - 很久很久以前 - 或许会有可能 - 但是这已经过了 - 很多年之后呢 - 基本上我家里 - 我连镜子都不照顾 - 不太可能对着镜子去练习 - 因为镜头的表达 - 跟镜子前面表达是不一样的 - 而且导演要的东西 - 跟你自己所表达的东西 - 又是不一样的 - 为什么说 - 基本上连镜子都不照了 - 是啊 - 因为自己太丑了 - 照镜子每次都要打自己 - 你觉得燕回的师傅好当吗 - 嗯 - 这一次说实在的 - 真的比较不一样 - 因为燕回是一个 - 她是从头叛逆到尾 - 是比较头叛的 - 加上爱情这个东西 - 也可以让人迷失本性 - 所以呢 - 做师傅的也很难劝她 - 师徒私下是怎样的相处方式 - 这里下我们聊的话题 - 都很不一样的 - 比如说 - 海绵宝宝啊 - 哈哈哈 - 我也比较意外 - 我一般觉得 - 很少人会像我这么幼稚 - 那么 - 只以为自己年纪很小 - 还看一些奇怪的东西 - 哈哈哈 - 以为两个人会聊一些养生话题 - 应该还有个30年以后 - 哈哈哈 - 和徒弟相处下来 -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- 她是因为是一个 - 比较开朗 - 比较活泼的人 - 因为我老是叫她说 - 你千万不要笑 - 因为你看不到眼睛 - 她一下就 - 像月亮弯一样 - 蛮可爱的 - 很好玩的 - 您作为师傅 - 看侯明昊周夜 - 谈恋爱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- 就很羡慕 - 也很恨 - 所以就干脆不看 - 恋爱 - 谁不会谈 - 怎样评价他们的CP感 - 比较困难的就是 - 不应该在一起的那种种类 - 但是它又很融合 - 这是比较困难的 - 但他们把握得蛮好的 - 但他们把握得蛮好的 - 课CP会啊 - cosplay嘛是不是啊 - 你真的冲得到 - 怎么希望另外一个掌门 - 能跟我谈恋爱 - 没有 - 拍那么多年就是没有CP - 有CP也都是 - 什么师弟啊 - 徒弟啊 - 什么时候看看 - 我能不能再找一个CP - 课音 - 再去课 - 您觉得自己是一个 - 什么担当呢 - 没有什么担当 - 因为我通常都是觉得 - 以导演为准 - 有些时候你讲什么什么的时候 - 不一定是 - 能够表达到别人要的东西的时候 - 反而是害人家 - 当然我都知道 - 现在很多人在骂一些新演员啊 - 但是要给新演员时间嘛 - 给人家一个机会 - 然后让他去有一个成长 - 如果他真不行 - 或是真的不好 - 观众朋友也可以讲 - 让他们多多学习嘛 - 如果让老师给新人一些建议的话 - 会有什么建议呢 - 这个东西真的是 - 但是一般我不会去讲这个问题 - 得靠他自己对剧本 - 角色的一个理解 - 再谦卑一点 - 你就讲 - 你得等有一天开窍了 - 你就会明白 - 这个东西真的 - 以前我也不太懂 - 后来你就会明白 - 有到一个 - 一个时机的时候 - 你会发现就是 - 触角会开很多 - 会有触角出来 - 很多网友说 - 如果这次要有吐血戏份 - 一定要吐得美一点 - 吐血 - 吐得好看一点 -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好看 - 反正就是在那个情景之下 - 要这样吐我就这样吐 - 要那样不吐 - 我也可以对穿长的吐 - 反正导演要什么 - 我就给他什么 - 还有网友很想问您 - 从小长到大都好看 -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- 不会啊 - 我妈从来没有觉得 - 我从小长到大是好看 - 我也不觉得 - 就见仁见智 - 如果大家觉得 - 我从小到长得好看 - 那就是谢谢大家 - 但是我怎么评价 - 我要谢谢我妈 - 因为长孝有享受过哪些优待呢 - 比如说 - 大家只会讲啊 - 说那个长得好看啊 - 但是没有人关注我的戏啊 - 戏演得很好的啊 - 对不对 - 我们就要付出三倍的努力 - 还不是双倍 - 啊 - 很困难的一件事